这名警察在大雾中疯狂地逃窜 后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着他 丝毫没有注意到前方大路突然窜出来一个生物 突如其来的情况差点没把老白吓死 再近个十公分他就得当场玩玩 缓了半天他才敢下车查看 惊恐地发现撞上了一头迷路 正奇怪镇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可他来不及多想 转身就朝着教堂的方向跑去 刚进来牧师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急忙上前汇报说刚发生了命案 还没等他说完 刚死了老半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见到警察后情绪瞬间崩溃大哭了出来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老白就是个黑心警察 刚被他抛弃的尼克几人总算找到了车钥匙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先是来到门前查看外面有没有怪物 接着几人才放心地跑出警局 慌乱中男孩还不小心摔倒 幸好尼克及时上前将他扶起 可他们错就错在让丽莎开车 没跑多远他就昏昏沉沉毒瘾发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幸存者大喊救命 幸好丽莎及时踩了刹车 不然就得将他撞死在当场 拔下车后苦苦哀求尼克等人能让他上车 可就在尼克等人犹豫的时候 男人立马翻脸掏出了腰间的手枪 威胁他们把车交出 见到这一幕几人心都提到嗓子眼 可黑人不想坐以待 并缓缓掏出了包里的枪 就在双方即将开战的岔门 丽莎果断一脚由门冲了出去 巨大的惯性直接将男人撞退 本以为脱离了危险 可没想到经过刺激后 丽莎毒瘾彻底发作 脚都踹进了发动机也不肯松开 车撞翻了他也清醒了 在末日世界碰到猪队友也只能算他们逃 还没等他们逃出来出现了一个大病 只见副驾驶的玻璃缓缓炸开 看到这样诡异的一幕几人也吓破了 幸好在怪物发现他们前及时逃了出 听到钟声后尼克确定叫唐尼这里不远 可还没走几步丽莎突然停下脚步 接着就看见已经死去的妈妈站在不远处呼唤她的名字 原来大雾中不仅藏着怪物 身处里面久了还会令人产生幻觉 丽莎极力地克制自己保持亲切 可不管她朝着哪边走老人都会诡异地出现在生气 幸好黑人及时出现将她拉走 刚跑进教堂就看见警长老白 真的是冤家路窄 尼克大骂着老白就是个人渣 老白反倒斥责他为什么放了自己的犯人 听到这句话差点没把丽莎气死 上去就朝着老白的脸上一顿暴 此时的老白还不知道他的儿子杰伊也被困在了商场 大半夜拿着手电准备上个厕所 朝着水龙头比划半天也没见一滴水 就在他疑惑时 惊恐地发现身后有什么东西死死盯着他 转头一看竟然是两具掉起的尸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